大家好 我是李淡 当初刚开始做吐槽大会的时候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破玩意儿能做到第四集 也没有想到池子居然会有一天决定不再顾吐槽大会了 最想不到的是张老师却决定一直顾下去 我们脱口秀大会都没请他 他居然装作无事发生 就回来了 是吧 谢谢张老师 感谢你的回来 谢谢 想不到的事很多 想不到的事很多 我小时候炮酷向天看港片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要吐槽上海滩道搞大丁丽 李小龙的师傅叶问 还有向华强先生的儿子向左 我就感觉一个人在单挑港片世界黑白两道 我要打十个 向左 恋爱综艺小达人 跟郭碧婷从相恋到结婚上了三个这个恋爱真人秀节目 人家这恋爱谈的一顾都有人给钱 其实那几个恋爱真人秀都找过我 我还犹豫呢 我还正在犹豫呢 趁着我犹豫的时候向左抢先降了价 都接走了 我是非常费解的 大哥你不是富二代吗 你怎么回事 你缺的是钱吗 你不是缺爱情吗 你干什么你 哎 哎 谁做这行不缺钱呢 啊 行行行 不太了解你们家情况也不敢问 都行 相家都是对的啊 不过没关系 他抢走了我的几个综艺节目没关系 但是随后他又抢走了我的婚纱旅拍的代言 是的 没有错 向左成为了我在电梯里的接班人 我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高兴 虽然是不能再继续服务客户啊 我是有点难过的 但是我一想到向左将要经历什么 我很难不开心 朋友 以后在大街上呢 你再被人认出来就没有人喊你的名 大家好 我是吕良伟 是的 我是今年六十三岁 但是看起来是不是还是很年轻啊 是的 我是今年六十三岁 你们知道 我这么多年来都在锻炼 一直在专心做一项运动 力挺针齿弹 项主啊 是我师父 其实他去当打星啊 是他爸爸让他去的 都二十五岁了 才逼着他 开始练我 非常辛苦 我经常问他的 我说向左啊 你都二十五岁了 还这么听你爸爸的话 你就那么怕他吗 他反过来问我 难道你不怕他吗 我当人怕他啦 所以到现在 我天天在练功 在锻炼啊 他爸爸呢 捧红过很多很多人 唯独自己的儿子 怎么捧也捧不红 这说明什么 说明 那些人可能确实该红 跟他爸爸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听听啊 他爸爸捧红的 都是那些谁 周润发 周星驰 刘德华 这些人呢 不要说是他爸爸 我爸爸都能捧红他们啦 我呢 跟杨子合作过 在那个新水湖传里面 我呢 就演曹盖 他演宋徽宗 现在回看啊 我觉得他演的一般 但是在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说 有史以来 这本宋徽宗是最好的 为什么 没办法 因为他是这个局的投资人 今天啊 我们在现场 有个最能打的 叫张伟丽 张伟丽 我在看过他的那个打 确实厉害 非常棒 但是我听说他 现在还在为自己征婚呢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怎么没有男孩子去追呢 现在的小伙子 怎么了 就这么怕死吗 好 好 幸好 我结婚早 不过伟丽啊 虽然大家在看你环球 但是你对爱情 还是要充满信心 要相信未来总有一个男人会对你好的 你不相信直觉 都应该相信女人的直权 我跟纸丹呢 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有一次慈善活动 他们家说了不公正的对待 他发脾气就走了 有人说他在耍大牌 但是我知道他不会耍大牌 也没有发脾气 既然他要走 那肯定是他老婆叫他走的 张伟丹不容易啊 熬了很多年 终于等到叶问 演到叶问二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说 他不再演叶问了 他觉得一个好的演员 不应该局限在同一个角色里面 但是后来什么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他又演了两次 他是终于想通了 他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演员 那纸丹呢 确实是个非常优秀的舞打演员 在我们这一行 一个演员红了 难免有很多争议 我会一如既往的 力挺真子丹 但是子丹啊 我还是希望你以后啊 少一点这样的争议 我年纪大了 快挺不住了 谢谢大家 我是吕良伟 向左 恋爱综艺小达人 跟郭碧婷从相恋到结婚 上了三个这个恋爱真人秀节目 人家这恋爱谈的 一共都有人给钱 其实那几个恋爱真人秀呢 都找过我 我还犹豫呢 我还正在讲 犹豫呢 趁着我犹豫的时候 向左抢先降了价 都接走了 我是非常费解的 大哥你不是富二代吗 你怎么回事 你缺的是钱吗 你不是缺爱情吗 你干什么你 不过这个呢 谁做健康不缺钱呢 行行行 不太了解你们家情况也不敢问 也不敢问 都行 向家都是对的 不过没关系 他抢走了我的几个综艺节目没关系 但是随后 他又抢走了我的 婚纱旅拍的代言 是的 没有错 向左成为了我在电梯里的街边 一般人 我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高兴 虽然是不能再继续服务客户 我是有点难过的 但是我一想到 向左将要经历什么 我很难不开心 朋友 以后在大街上呢 再被人认出来 就没有人喊你的名字了 他们只会看着你说 想去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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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 向左 今天呢 我 不是来谈恋爱的 但是 毕霆 我爱你哦 我真的没有抢你代言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看看你的婚纱照 尴尬 你这姿势怎么摆的呀 跟我没关系真的 一看就知道 你没有在镜头里谈个恋爱 对吧 我都非常有经验 我跟毕霆从恋爱 跟我结婚 从头到尾 交给节目组 有人说 我们把婚姻 赚钱工具 但杨子 都不只这样 他不断地给老婆接戏 不接对的 只接归的 所以呢 对杨子来说 婚姻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老婆才是 女良伟大哥呢 我们很熟 他看起来特别年轻 因为他有一套 自创的独门气功 来保养身体 练的时候呢 两个腿要弯曲 细成淡田 瘦颈 臀部 然后感受 哎呀 就是战马不美 杨子 小时候呢 他爸爸经常辨词他 以后 得给我们杨子长脸啊 那从此以后啊 这个脸长得 一法不可受使 在场的人 可能 我是最没有资格说 人家长得丑的 因为在网络上 很多人也说我 长得很凶 有家暴脸 那其实我很无奈 其实 你们说我长得丑 我 我没意见 但 你们总 不能说我长得违法 对不对 张伟烈呢 在擂台上 非常猛 喜欢 迅速地KO 把对方KO 他这样呢 可以 避免对方 遭受到很多的痛苦 这方面呢 丹哥 跟他特别像 丹哥为了避免 对手拍戏太累 直接帮他们 所有的戏份 删掉 那功夫演员之间呢 是有辈分的 李连杰是我的师父 吴京是我的师叔 丹哥呢 我们都在时尚海体校练过 他去得比我早 算是我师兄 那当年 沙坡郎的时候 我这个师兄啊 把我的师叔打的 打断了四根棍子 当然我们用功夫演员来看 是很正常的 那用我们的话来说 这叫气势灭祖 说到功夫就不得不及 攻守到这个短片 这个短片集合了几乎所有舞蹈明星 除了鼻子很大的那个 那丹哥也在 我也幸好也在 当时我师父李连就说 大家男的聚在一起 你们当中 谁跟谁有过节的 就拥抱一下 一笑免恩仇 那丹哥听完以后 立马第一个 从第一个开始爆 一周以后 我们正常开机了 丹哥呢 真的很热爱公布 去年我爸爸过生日 那徐克跟杜吉凤的导演 在台上合上 男儿当自长 就是那个 哦嘿 哦嘿 满城楼 那个 就是为了 把李连杰引上台 给大家打套拳法 结果没想到 李连杰没反应过来 丹哥跳上去了 呼呼哇哑把拳打了 把我爸吓坏了 他心里想 他果然好爱唱戏啊 等一下 我吹蜡烛的时候 他不会把我的 就愿你也许了吧 好了 说了那么多 其实我都是开玩笑 丹哥和各位都是我 非常尊敬 喜欢的前辈 我从小到大 都喜欢爱看武侠片 叶问 王飞鸿 丁力 都是我的偶像 张伟丽也非常厉害 如今 我也成为一位 舞打演员 我觉得没有他们 一定没有我 今天我想通过这个节目 对影响我很深的前辈 说谢谢 谢谢宇宙特强 向王强 我家境确实不错 但我也真的是 非常努力的 想认真做一名演员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我叫向左 向左说挺好 就说到后来有点打岔了 这是什么节目啊 这是什么舞台啊 怎么到后来 还欣赏自己爸妈了呢 你如果要欣赏 跟我说这种事 应该我来做啊 对不对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向左的 好吧 向先生 向太 放心 好好好 牛啊这个 哎呀 向左 就向你爸问好 向左呢 其实是我们影坛 未来的动作巨星 大家都说 他能有现在的成就了 完全没有靠家里的 说他靠家里的人 都给他爸 带着几十个人 拜访了 他爸爸妈妈 其实是非常特别好的人 也帮过我 向左呢 真的绝对不靠家里的 靠的是 郭碧婷 靠家里的时代 痛哄啊 他现在呢 拍电影啊 和我 我以前 一模一样 都喜欢露肌肉 但是呢 我觉得他比我更过分 他演那个什么 《风神传奇》 传奇里的雷震指嘛 戴着一双的大翅膀啊 就光着身子 喂 向左 你到底是在演雷震指 还是走维蜜了 啊 你在这个 哎呦 刚刚这个 看了几位好朋友 他们讲的这些话 我心里面是 呃 有点伤感的 没想到吐槽大会 是一个这么恐怖的节目 喂 亲爱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吴宗憲 杰哥呢 我纵横娱乐圈了几十年 从来就没有服输过 嘿嘿 厉害了 但是 但是 今天跟老朋友 一能亲 戴君 胡可爱 蔡国强 蔡 蔡国强 我刚差一点说蔡康有 我刚才 我刚才 蔡国强 是是是 蔡国强在节目里面说他以前是 李连杰的师弟 哇哦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 我每次面对不认识我的观众 我也会这样介绍我自己 你知道吗 我以前是周杰伦的老板 啊 刚刚很多人啊 他们这个最关心就是 我跟 呃 周杰伦的一个关系 没问题的 02年 我卖掉了我的公司 连周杰伦也在打包的行列里面 那 这 我就把他给卖掉了 然后 然后他就变成天王巨星了 这是见鬼啦 他会唱的 他会唱的 赖军 说您啦 到你啦 曾经红遍内地的一个主持人 原来做个歌手啊 主持啊 后来还这个开了公司嘛 对不对 他可以说是 几乎是完全复制了我的行径 对不对 我现在生意做得可好 我前阵子还要卖吸尘器 我告诉你 马云都买我的吸尘器 哦 马云当时就问我说 诶 吴老师 你的吸尘器 有什么特色吗 我就跟他讲 我的吸尘器 是全世界 最贵的吸尘器 当时马云就笑翻了 这就是所谓的 人养马翻 我也没跟吸尘器有点啥关系的 冷冷冷 哎呀我听说李淡啊 最近很红的 嗯 火得不得了 内地很多综艺的同行 他们都告诉我 哎呀都快请不起他了 我说 我说 为什么这么贵啊 难道 难道 这李淡是用茶叶煮过的吗 一能计 小公主 这是我的老熟人 当年她是组合 飞银三叔的成员 这个组合由三个年龄相仿的青春女孩组成 当时非常火 大街小巷不得了了 今天另外两位没有来 听说是在家里带孙子 听说是在家里带孙子 周杰伦的婚礼虽然没有请我 但是 依能靜最近的婚礼 也没有请我 而且依能靜婚礼的现场的照片 爆出之后 大家就纷纷称赞 哎呀不得了啦 旁边那个女嘉宾都好漂亮啊 高圆圆 依能靜的脸是不是肿了呀 太过分 于是我亲自看了一下依能靜 婚礼上这个照片 哎呀饿的嘛 哎呀真是见鬼啦 哎呀你这个可爱鬼 最后呢 我要表达对依能靜的敬佩 你能活得这么洒脱 这么样有魅力 都说女人 她就像一瓶红酒 你在不一样的年份里面打开她 她都能够有不一样的风味 依能靜就是这样 她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 剥尿酸味 而且你还找了个这么优秀的老公 我要再次祝福依能靜 再次 百年好和 再次 永越爱和 这里 我让我谢谢大家 我是吴总成 这问题 对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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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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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邓女蛋 我呢 就拍了三十多年的动作片 今天是我最想动手的 最想最想动手的一次 张伟丽 你别动 你别动 其他人都可以过来 向左 给我向你爸问好 向左呢 其实是我们影坛 未来的动作巨星 大家都说 他能有现在的成就了 完全没有靠家里的 说他靠家里的人 都给他爸 带着几十个人拜访了 他爸爸妈妈 其实是非常特别好的人 也帮过我 向左呢 真的绝对不靠家里的 靠的是郭碧婷 靠家里的时代 痛不痛啊 他现在拍电影 和我 我以前 一模一样 都喜欢露肌肉 但是呢 我觉得他比我更过分 他演那个什么 风神传奇 传奇里的雷震指嘛 带着一双的大翅膀啊 却光着身子 为向左 你到底是在演雷震指 还是走维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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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啊 向左没有天赋 那我觉得呢 天赋和热爱呢 他至少很有热爱 我是从小练舞 他向左25岁才起步 开始练舞 但是他很 非常成分 听说你每天 要练大概八个小时 对吗 那有一次呢 他受伤 要打半年的石膏 向左一听 打石膏 半年都不能练 这样的石膏 我要打石膏 我不说你了 向左再说你的话 你爸得拜访我了 吕哥是嘉宾里 我最熟悉的一个 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 经常在一起吃饭 他给我说了一个秘密 他说 他儿子非常喜欢我女儿 喂吕哥 我万万没想到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把我当亲家 下一代的事 我们怎么能做主了 我们还是得回家 问老婆嘛 吕哥呢 80年拍了一个 经典的电视剧 上海滩 他特别喜欢 上海滩的主题曲 每次去唱K了 他都要抢着那个麦 唱那个主题曲 唱了40年 搞到周恩发都不敢来 本来这一次啊 我想请那个周恩发来的 我说发哥你来吧 他说 你能保证 吕良伟不唱 上海滩吗 我说 不能 发哥哼着上海滩 就走了 我们两个都演过同一个角色 我好 他演的就是这个 91年的版本 我演的是 王金导演 2017年的 追隆 那么观众呢 有时候都会 对比我们俩 谁演的更好 很明显 我演的比较好 为什么 当年 吕良伟博豪 只拿了那个 镜像奖的提名 我演的 连王金 都没有被骂 甚至 还获得镜像奖 提名者 吕良伟的 力挺 我和 那个杨子 合作过 我们 第一次 见的时候 他说 他很多朋友 自己微信里 有两万个好友 人卖广 要帮我宣传 这个 夜晚山 结果 他三天 就宣传完了 传传方法之一 是向 两万个好友 群发的 宣传海报 别问我 是怎么知道 因为 他也群发了给我 然后 又撤回了 张伟丽 我看过你 UFC的视频 真的很厉害 很震撼 专业就是 厉害 今天 我没有跟你动手 不是因为 我尊重你 是因为我怕你 确实 有点慢 但是都挺好笑的 确实 之前有一个 练永春的 和一个练 MMA的比武 输了 那好多人 想让我出马 代表永春 迎回来 我说 我代表不了永春 我每一部戏 都演不同的门派 我这一次 是演那个 叶问 我是演叶问 我不是叶问本人了 你可以去问问梁朝伟 他可能是叶问本人 好了 说了那么多动作明星 我们来说个 文人吧 李旦 李老师 是个文人 他说自己 手无 腹肌之力 喂 你都没有腹肌 怎么会有腹肌之力呢 喂 导演就告诉我 他只要说 这种笑话 你就会难受死了 喂 李旦 你难受吗 王建国我要杀人 我呢 拍那个冰封侠2 上瘾后 评分很低 剧组就发微博说 我是那个戏巴改台词 不配合 我明明演的是冰封侠 他们却让我成了 背锅侠 我说我要发 那个律师函 他们立刻把 那个微博删了 就这样了 张绍刚说 冰封侠如果没有我了 评分可以有 多少 八分 我也希望没有我 但是一部电影没有我 多少分跟我 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 之前有新闻说 我和吴京拍那个 沙泊狼的时候呢 我打他 打断了那个四根的棍子 我跟你说 那个是专业的道具 打得不痛 不痛 然后一打就断了 我们都没有放在心里 网友都放在心里 其实前段时间我拍戏 吴京还来探班了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说 我赶紧迎上去 我说吴京 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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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 来就来了 还戴什么棍子了 我们是朋友嘛 中国有句 谱话 文吴第一 第二 经常有人比较我 吴京 李连杰 谁最厉害 谁最厉害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 都打不过马云 马云才是真正的戏棒 是的 那我理解的戏棒 不是贬义的 我觉得 我们这个艺术创作呢 就是要有自己的坚持 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想做个好人太简单了 但是 就会没有办法做出 有品质 有要求的作品 戏大过天嘛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跟江文老师 江文导演也探讨过 那江文很认同我的想法 他比我还霸道 他说 子弹 我很同意你的想法 而且 我觉得这个想法 是我的 曾经拍戏的时候呢 我和别人 就因为这个 这个坚持 就闹得不愉快了 在网上 被传得 沸沸扬扬的 但是 这个 并不是 所有事情的 像他们一样 规则 清楚 透明 输 就是输 赢 就是赢 我认为 我们做演员 先做人 人品 作品 都很重要 所以我很信心 很多 跟我合作过的人 还愿意继续跟我合作 毕竟 不愿意跟我合作的人 都会 失去了 与良伟的力挺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12月20号 这位文室 全国上瘾 这次 投资只是 一个打 十个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我是 曾子丹 都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